走近彰化鹿港天后宫 400多年历史映入眼帘 但这些石雕木雕却隔着时间逐渐凋落 台湾又是有台风跟地震 这些天然灾害对文化资产的威胁 更是比一般国家来得严重 不管是天灾人祸又或是战争 人类在世界上留下的足迹 以及古老壮丽的建筑 都难以抵挡时间的催化 路板妈祖在初巡的时候 它的神德是最高的 它要乘坐的就不是神教 而是乘坐凤年 经过百年的使用 妈祖凤年无法再初巡 为了重现文化风采 3D雷射扫描专家姚良居团队 透过非接触式的扫描方式 在离文物和庙宇较远的距离中 完整把资料搜集下来 3D的点名资料 除了帮文物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典藏记录之外 可以去做到文物修复 跟文物保存加工 更了解这文物本身的一个功能性 其他的一个历史脉络 扫描台湾各地历史建筑以及文物 利用科技替白年古迹 进行数位保存 以为文化产物留下精准蓝图 作为日后修复使用 让陆港天后宫的信仰文化 继续传承下一代 三级新闻黄泉宇报道